眼前这具女性干事 就是在苏贝西二号墓地出土的 现陈列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展厅里 从这位女性死者头上带的官式看 与善善阳海三号墓地出土的木头盒子有些相似 只不过苏贝西墓地出土的女性官式 都是用毡子缝合而成的 通高45厘米 苏贝西墓地所处的时代 约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 而阳海三号墓地也处在这个时期 他们的藏士藏俗以及随藏品都十分相似 因此专家们分析 这两处墓地应当属于同一种文化 处在同一个时代 像这种木头盒子与苏贝西墓地出土的女性官式一样 应当是妇女们头上戴的一种冠冕 这样的冠冕带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应该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穿戴 它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象征着女性崇拜和女权至上 最初冠冕上可能还有一些装饰品 以示尊贵 像这个红柳棍啊什么的 有的是一根有的是两根 甚至有三根的这样 有学者认为呢 这种就是带几个尖端的这种 表示了当时这个女性 她有几个丈夫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从这个我国民族制 和世界民族制的材料里 然后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洋海墓地出土的这种官式 很像是一条鱼 前半部分像鱼肚鼓起 后半部分有尾翼 还有起 所以称之为鱼形官 这种鱼形官式 绝不仅仅是一种装饰 或者是女权至尊的表示 而很有可能 与这个族群的渊源有关 李肖博士经过研究发现 在洋海墓地除了鱼形官之外 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 就是洋海人有纹身的习俗 而纹身的图案也是鱼 像这具干尸的手上和脚上 就纹了四条鱼 为了追寻洋海文化的源头 李肖博士这些年一直致力于 洋海文物的研究 他发现 善善洋海人的这种文化传统 与南俄草原的考古发现 非常相似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原苏联考古学家 在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的草原上 发现了一个墓葬群 这个墓葬群由于处在高原东土地带 常年结冰 因此也保存了许多古代毛纺制品 和皮革制品 其中出土的藏士皮大衣和女性官士 与新疆善善洋海墓地出土的 衣物如出一辙 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比较接近 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 因此 专家们分析 善善洋海人与巴泽雷克人 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 他们都喜欢头上戴这种高高的官式 身披长袖皮大衣 下穿彩色直筒裙 矮要皮靴 显得滑贵而又堂皇 专家们推测 像这样的装束可能是一种礼服 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穿戴 因为这样的衣服和帽子 穿在身上根本无法劳动和生产 因此 旅恩国分析 穿这种服饰的人 不是一般的劳动者 有可能是这个部落的首领 或者是一些有地位的人 2007年10月 在距离洋海古墓20公里的圣金殿 又发掘了一个古墓群 这个古墓群的时代为公元前后 与洋海古墓群三号墓地时代相对应 在圣金殿古墓里 考古队也发现了与洋海墓地一样的官室 但是它的用途却与考古队原来的判断有所差异 这件墓官是位于M13号墓男主人的腿部 而在同一个墓女主人头顶处 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形状怪异的东西 这个东西墓质结构 它的头像一个墓桶 边缘用紧织物装饰 在它的外顶两侧装有两根弧形木棍 外部整体涂黑 这种奇怪的东西是新疆考古界首次发现 在国外的考古报告中 也没有发现类似的报道 专家们根据它的造型特点和摆放的位置判断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女性官室 原来那种木头盒子并不是女性官室 而应当是男性的官室 我们研究发现这木质的官室 而且它非常整个用这个 私质品包到上面 而且发现不多 它不像那种官室 每个头上都带着冒失 所以我感觉到这种官室 而且带着头上 它劳动啊 手里啊 工作啊 根本不方便 它就不是一般人都带着 它可能是一种有身份 或者一种它做着大型的机器活动 可能是败的 这一发现非同小客 它揭示了古代洋海人的民俗风情 同时也为考古界研究新疆研化 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证据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外考古学家 在新疆的天山南北 及阿尔泰山深处的悬崖峭壁上 发现了许多岩画 这些岩画奇特的造型 像迷一样困扰着考古界 这些人头上长脚 在歌在舞 多少点来 考古学家们一直无法解释清楚 这些人头上刻画的两个脚状东西 究竟是什么 阳海和圣金殿古墓群出土的 这两种官式 为研究新疆研化 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佐证 这一发现 不仅为当代人解读这些研化 提供了一把钥匙 同时也找到了 早可这些研化的主人 他们很可能与阳海人 出自同一个族援 处于同一个时代 这一重大发现 是考古队一个意外的收获 专家们通过 洋海墓地出土的服饰 和官式的比较性研究推测 扇扇扇扇洋海人 可能是从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一带 沿着阿尔泰山脉 一直向东南方向迁徙 然后翻过天山 进入图鲁翻盆地 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 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镌刻在了阿尔泰山 和天山深处的悬崖 桥壁上 成为一部永远也不可磨灭的史书 同时 他们还通过服饰文化和文身习俗 来表达他们对远去故乡 刻骨铭心的怀念 新疆善善洋海古墓群的发现 进一步证明了 在张千初始西域以前 图鲁翻乃至新疆 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 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 以其独特的自然气候 和特殊的地理环境 吸引着不同种族向这里迁徙 几千年来 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 这个族群在这块火热的土地上 写下了华彩的历史 天章 神秘莫测的丧葬风俗 诠释着千年历史 善善姊妹花的回眸凝望 令人顿觉似曾相识 请收看下期播出的七集纪录片 《洋海古墓》第五集 永恒的守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